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竹币字画 则是灵济宗第五代的守山省念禅师所创 夜献省禅师 师似守山 会归醒 冀州假世子 师到守山 山举竹币问曰 换作竹币则处 不换作竹币则备 换作甚么 师撤竹币 傲作两节 致地曰 事甚么 山曰 下 师便作礼 暗 换作竹币则处 其中的处 意思是底处 未与第一异地底处 禅师说法皆是直指第一异 第一异离言离下 不应名之为竹币 不换作竹币则备 其中的备 意思是违备 违备世俗地之位 这既然是缠门公案 当然离不开直指人心的缠门宗旨 学人必须离语言文字下 将第一异具体的表现出来 才过得了关 我们先讲这一段 那这里已经告诉你 这个竹币则画 就是竹币则 这个公案并不是大会宗稿它创立的 而是临记中的第五代 第五代主持 守身行念 我上面写一个夜宪归行禅师 然后打上那个书名号 这个书名号的话就是告诉你 这个在那个禅门史传里面 像这一段的话 这一段它是记载在那个武家正宗传 当然你去看那个 还有那个什么连灯会药 这个都有 就是宋朝大概在北宋的时候出现了很多的公案 很多的记彩公案的书籍 这个公案的形式就是现在这个样子 这个是守身行念和夜宪归行禅师之间发生的这个公案 这个竹币则这个公案是守身行念禅师它所创的 那这展现在它指导这个夜宪归行禅师的时候发生的事情 那这个夜宪归行它到了这个守身去去礼拜这个禅师 然后呢 这个守身呢 就拿起了一把竹币子 其实我们现在可以拿个别的东西也是一样 那我现在拿起这个杯子 那我现在拿起这个杯子 就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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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问大家了 我说你们现在如果把它 你如果叫它叫叫杯子 你如果称呼它为杯子 那就违背了第一异地 但是呢 你如果不叫它杯子 你就违反了世俗地 那你说说看 到底要叫它什么 我们现在只把竹币子换成杯子 事实上是完全一样的 完全一样 在我的看是完全一样 就是把这个东西换一下 那这个时候呢 就是施侧竹币 他就把这个竹币子抢过来 折成两段 丢在地上 反问 就是反问这个守三行念 说现在它该叫什么 那这个守三行念 他说了一句 虾 这个虾是骂人的话 差不多相当于就是你这个虾子 或者说你胡扯些什么 大概是这种意思 诗变作礼 诗变作礼的意思是什么 我现在已经 不管你怎么说 我都不理你 反正我现在已经是你的得法弟子了 所以我跟你明白 它是这个意思 那如果有一天 我如果说真观 真观如果说跟你拿起这个杯子 问你说 这个 你说这个是杯子的 那它就违反第一一滴 那你说它不是杯子呢 它 你又违背了这个世俗地 你说它该叫什么 你如果会编公案的话 你要怎么处理呢 把这杯子抢下来 摔在地上 把它摔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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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我先跟你讲 你如果来找我的话 我就不会用这一招 因为被你摔破的太可惜了 还可以用 但是在残门里面的话 你看它就是不跟你客气了 你这个足壁子 它管你3G2C 拿抢过来就先折断再夹 如果你碰到有人跟你来这个的话 如果你碰到有人跟你来这个的话 你先把这个杯子夺下来 摔破 不用跟它客气了 有人说不摔破拿去喝茶 这个就是那种震撼效果不够 可以够吧 就是我们编这个 这个产品的公案 它为什么会留下 为什么会留下记载 常常是因为它就是有一种震撼性 像大白说 这是破一切相 大家听得懂吧 这杯子好的时候 你当你叫它杯子 那我把它摔破了 摔破了 那你要知道它是什么 事实上的话 你在我们这边学的话 大家就会说 什么都不是 你可能就会这么讲 但如果这么讲的话 你是根据正教量而去说 讲说你根据正教量而说的话 这个是讲好听的话 如果讲的难听的话 你这个就是什么 食人牙绘 这个食人牙绘 这个典故是从那个庄子来的 这个庄子来说 这个人死掉了 然后呢 就是人家还把他棺材打开 然后呢 就是拿着东西 在他牙齿旁边 这个绘就是污垢的意思 把那个死人的那个 牙齿 牙缝里面的那个牙垢扣下来 就说这个是 这是什么宝贝 就属于这种行为 食人牙绘 这样大家 大家晓得吧 我们说一样是要编公案 这个杯子就 就要当成道具了 就是摔就摔了 不要舍不得 那个 不过我还真的 我不习惯 不习惯用这种方式 因为 就是没有什么必要 如果是在两三个人之间 你去牺牲 就打摔破一个杯子 这样有什么意思呢 对不对 如果是在公众 公众课 下面有好几十个人 那这时候用一个杯子当成道具 这样就很划算 而且这些学生里面一定会有人 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 他就变成一个缠门公案 那我现在要跟大家讲 如果说你是今天 就是不小心撞进来的人 你就是要知道什么叫做 圣意地跟世俗地 就是你来我们实证佛教学派 或者实证佛教研究中心 你来这边学法 你第一本要看的书是 那个文艺佛心 你第一本书要看的是文艺佛心 第二本你要看的是 那个实证佛教修行方法 你只要看了第一本书 大概我们现在跟你讲课的这些内容 你就大部分都听得懂 就是圣意地跟世俗地的问题 圣意地是出世间圣贤 所缘 经常所缘的这个境界 这个是圣意地 注意一下 因为它是实际上所缘的境界 所以它是不可说的 它在里面 它是没有相名分别 那世俗地的话 它是不理相名分别 通常是相名分别 三个全部都具足 好那我们继续再往下看 年谱绍兴八年 及1138年条记载 诗行守山令 起灵济宗 重重往来 其门如是 学徒滋寇 日入玄奥 归绳不立 而法舍速如也 由是宗风大震 好灵济在兴 其中的守山令 即是指竹壁字化 由此可见 竹壁字化 是宗稿运用最多的积风 宗稿说 妙喜事中常问禅和子 换作竹壁则处 不换作竹壁则备 不得下语 不得无语 不得思量 不得补夺 不得拂袖便行 一切总不得 而便夺却竹壁 我且徐耳夺却 我换作拳头则处 不换作拳头则备 而又如何夺 更饶耳道个 请和尚放下者 我且放下者 我换作陆柱则处 不换作陆柱则备 而又如何夺 我换作山河大地则处 不换作山河大地则备 而又如何夺 守山省念的竹壁子画 曾经被归醒破解过 而记载在五家正宗赞等禅语录 所以一定会有人 一样画葫芦 企图蒙混过关 宗稿不能否定归醒的应对方法 所以虽然他说不得下雨 不得无语 不得思量 不得补夺 不得拂袖便行 一切总不得 却不得不开许人家 可以夺却他手中的竹壁子 若有人如此 宗稿便施设第二问 第三问和第四问 来勘验学人 判别学人是否是依旧公案套招 一二三四问 基本上都是同意语法的句子 只不过语言所指涉的事物有所差别 就是刚才念过了这一段 你就可以知道这个竹壁子 它是有很多的变形 就是有不一样的形态 所以我刚才 我刚才是不是把这个竹壁子 换成杯子 对不对 竹壁子大概可能就相当为戒指 是平常是可以拿来打人的 就是我有看到那个古代的 那个古代禅师的那个画像 所以其实它大概就是 用竹子做的一根竹板 大概这么厚 这么厚 然后蛮长的很长 拿在手上 跟那个竹键差不多 那刚才它这么念过来 你就可以知道了 就是那个手山醒念 这一个竹壁子画之后 就是刚才我们念过它把它 把它凹断 把它凹断 这个就是一种 就是已经被人家破解过了 然后又记载在公案上 然后人家也承认这个夜宪归型禅师 是那个手山醒念的得法地质 那它得法的过程就是在那个公案上 既然这样你怎么去否认 说那个夺下竹壁子 折成两半 这个应对 你就不能说这个应对是错了 对不对 好 那但是它基本上的原理是怎么样子 如果说你是看到别人的公案 已经记载在公案上面 然后你也一样画葫芦 那你这算什么 这算什么 这个就是食人雅慧 对不对 你自己不知道这是在干嘛 你晓不晓得人家夺下竹壁子 把它折成两段 这算什么 如果像这个把这个杯子摔破这个事情 如果让一些那个就是解释公案的那些人来解释 他们会怎么解释 我猜都可以猜得到了 你现在这个杯子是一个因缘所生法 那它烧成杯子的形状之后 我们拿来当做杯子使用 你被我躲下来 我把你摔破 摔成碎片 你就再也不能说它是杯子了 这时候你要称它为什么 所以 世间的这些有为法 全部都是因缘所生法 所以就是我们不能硬说它是什么 我估计就会有人这样解释 你这样解释的话 那就是把它朝那个声闻法去解释 就你如果这样解释的话 你就停留在那种出国相的那个阶段 你这个 就你这么认定的话 你绝对不会参出大圣的开悟 那个大圣的开悟 那个见到当然就更不可能 总之跟大圣 大圣法毫无关系 这样大家听得懂吧 那要怎么解释 我不能跟大家讲太多 真的不能跟大家讲太多 我想明天跟他 明天跟他就是公开 公开在那个油管上面 大家自己去看 我不说了 你不想看 那是你的事 就是一起一起的看下来 就是我不能再把这个连 替你连结起来 我现在告诉你是上一期的内容 你们有 就一个公案它的根本内容 它的根本是在于哪里 你不要每一个公案看了 你通通都解释起来都不一样 那你这样子 你要怎么禅禅 要知道禅 它是指向 它是指向 能够让你开悟的那个东西 那东西是什么 《愣且经》上面就是明白的写出来 这是禅宗拿来印心的经典 所以它就是指向心 指向第八十 这样大家懂了吧 自信它 自信也是可以啊 因为自信就是 就是那个自信清净的心 好了 那他这里就提到就是说 如果说你可以把主壁 躲下来 那用拳头 拳头就连在人的身上 你当然会抢不走 对不对 如果说你要什么 像他这边也有讲到什么 拂袖而行 拂袖而行 拂袖而行就是你讲你的 我不管你 我转头我就走 而且还故意把袖子就是甩的很大 这样子 拂袖转身 这样子离开 这个其实第一个做的人 他如果他不是一样画葫芦 第一个做的人 他知道的话 这个都是对的 但只要是第二个人 就统统都不对 为什么 你这学来的 你就是识人鸦会 这样子的话就是 很想你是知其然 不知所以然 你不明白人家 为什么要这么做 如果说你能够明白人家 为什么要这么做 那你随便弄点别的出来 你不用去学人家的 你应该就是变成是一个作家 要让人家知不知道 你有没有开悟 就是要显示你是一个作家 意思就是说 你随信守年来 信守年来就是公安 这样你就是一个作家 一个作家不需要去识人鸦会 那他这个入住的话就是 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 但我猜想应该是 跟那个一般房子的柱子不一样 这个入住 我猜想是比较像是 那个电线杆 就是上头没有点到东西的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 这种东西叫入住 同时就是一根柱子 那也有可能 如果只有比较矮一点的 也可以叫入住 那可能是可以拿来绑一些东西 那这个山河大地 就没有什么好解释了 就是基本上到这个地方都是一样 就是都是属于 足壁子画的变体 其实这个足壁子画还不是最早的 后面还有 后面还有 我们先休息一下 大家有问题 就趁这个集会问 但是呢就是 请大家记得 就是我们这里 我们这个地方不是面授课程 所以呢就是 跟参禅很直接的 那个内容 就很多都必须要到那个 面授课程才能讲 那我们现在 继续继续继续再来面 请大家翻到105页 百项版的105页 百项版的105页 因为中约 若有人道德一转语 便去住为山 乃指静瓶 问云 若换作静瓶则处 若不换作静瓶则备 诗华灵为首座 云不可换作木徒 仗不肯 诗为典座 仗乃问诗 诗踢倒静瓶 仗云 首座书雀山子了也 诗居为山 见为阳一宗 道传天下 好 现在 现在刚才念的这个公案 是在讲 就是这个竹壁子画 是在讲这个竹壁子画 它的那个最早的原型 那实际上更早有没有原型 我不知道 就是我目前查到的公案 就这个是最早的 就是唐朝的百丈禅食 好 那这个地方 它在告诉你 就是诗惠灵诱 就是它名字叫做灵诱 惠就是名字 好 那以后 以前的为什么叫明慧 就是如果他已经去世了 或者说他当时地位非常的高 他的弟子是不能直接称他的名字 好 我们现在不来这一套 我们不来这一套 所以那个 现代人已经不管这些了 有人把那个愣切经 刚才讲那个公案的那个经教贴出来 或有佛刹 我记得我有抄在 就是我有抄在那个禅宗的开悟语传承 这里面 我现在忘记在哪个地方 那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就是 就是 占世弦法 就这样子看来看去 啊 或有坐向 就是做出一个动作来 像这个 举个拳头啊 竖起一指这些 或扬眉 或动静 动静就是 就是 上下左右转一下 让你知道他呢 或笑 真宽好像很喜欢笑 那你就知道 我每次笑的时候 都是开悟的机会 或欠就打合欠 欠壳就是咳嗽 或念岔土 或动摇 或念岔土 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可能是 可能是说比方说 那个 极乐世界 这样叫做 或念岔土 或动摇 这就是动摇 动摇 这样大家要知道吧 这些东西是不是一大堆蚕丝 就是总有 已经拿了很多东西 都显示出来 变成公安 这样 这样大家晓得了吗 那这里面 要跟哪一句话 就是第八诗的 某一种 某一种性 就是我们在讲第八诗 它有什么功能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显示出来了 我不想再讲这一句了 免得就是一下跟你讲太多了 其实我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今天我就 已经写到这种地步了 我就不想再把这句话再丢给你 免得你得来的太方便了 其实这些东西都是可以让你 发现整座金山的 第八诗就是整座金山 你发现它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就是以前 你追求那些有违法 有违法一定是无常苦 空非我 那这些东西它有什么好追求的 就是你平常 为了要生活去照顾它一下 这是可以理解的 你把它当成是追逐的 这个主要的对象 那就完全搞错方向了 这样大家能不能理解 所以真观现在等于 把一整座金山送给你 但是我还是要留一点点 留一点点东西 让你自己去操作 不要什么东西都是 我直接丢给你 你连翻个书 或者再找另外一个视频 你都不愿意 这样子这样的话就是你要 想要开悟的话 就是太便宜了 太便宜的东西 就你得你付出的太少 得到的东西太多 将来就是要不退转 就是很困难 这样大家听得懂吧 所以就是有时候稍微再 让你再多做一点事情 你连这个都懒的话 那我们两边就 就是你省事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 这样大家就理解了 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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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年五页 这个百丈禅师这个公案 他是来讲就是 有一个人叫做司马头陀 其实他 我这里面把他省略掉很多 他是讲 他这个人是会看相 然后又会看风水 他去看到一个道场以后就说 这个道场如果是让某一种人 来住持的话会会发扬广大 这个人叫司马头陀 其实他已经看好就是要让那个 要让维山灵友去住持 这个人就是这个司马头陀已经看好相 就是他就是 看他的相就是适合去那里住持 那这个百丈他想说事情不能这样子 你如果说什么都没有一个考试 你就是要让只变一个人就去去住持一个道场 这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就是等于就举办一次公开的考试 那维山灵友上面是还有一个首座 首座就相当于班长 就这个班里面他是地位最高的 在学生里面他地位是最高的 所以就相当于班长 那这个他们的题目是什么 他指着一个净品 净品就是一个干净 或者是装净水的一个水瓶 就指着一个水瓶 那我们现在也是可以拿着这个 这道理是一样的 这类的公案他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我是指着这个杯子 我现在拿着这个杯子 我可以说 现在你说他是杯子的话 就是抵触了这个圣意地 那你说他不是杯子呢 那他就违背了氏族地 请问他到底叫个什么 那这时候那个班长就出来说 那也不能说他是一块木头 木土就是木头 也不能说他是一块木头 这个是 如果是AI来回答的话 可能就会这么回答 但是我们的关键是在哪里 你要显示给我看 显示说你已经开悟 你懂得这个道理 如果我是一个禅师 设这个考试的目的是什么 不是说你很聪明很会取巧的 讲对了一句话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 讲对了这句话 这句话在逻辑上是没有错 但是他不能显示你开悟 这样大家明白吧 那这一个维山灵肉 他做了 他手作说不可换作木头 帐不肯 就是白帐 我认为说你已经通过了这一关 那这个时候 诗为典座 典座是那个 是执事的一种 掌管大众 摘州之事 那有人说是掌管 市中杂物的和尚 这个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你如果有兴趣 你自己去查 那这个维山灵肉 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典座 典座的地位是在手作的下面 他不是 在这一票学生里面 他并不是地位最高的人 那你大家可以想得到 想得到 那摆杖禅师 总不可能说 来了一个人会看相 就直接 就让一个人去 当助辞人 你想想看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就是 这不符合教学原理 就 红法不该 不该是这个样子 那个 有人说 就是典座 他是 生四直四年 那这个维山灵肉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走出来 一脚把这个 镜瓶给踢倒了 你看他这个做法 是不是跟 跟我摔破这个杯子 意思差不了多少 对不对 如果是我 有人指的这个杯子 问刚才那个话 我就拿出来 把它给摔了 而且还要把它砸破 这样子才会有震撼力 这样大家听得懂 他这么做以后 百丈怎么说呢 他说 首座 输去 山子了也 这个山子就是 那个维山 你现在 你输了一整座山 然后这整座山是什么 就是维山 就是这个维山的 这个住持的这个地位 他这么讲 意思就是说 人家显示出来 人家的答案是过关 但是你的答案没有过关 所以你就不要怪我偏心 我就是要派 所以他会把维山灵友去 维山 当主持 当然那个时候 他还不叫维山灵友 维山是一个地名 像五祖法言 这个五祖 不是说他排行第五 他并不是说他是第五 第五祖 而是他在的那个山 叫五祖山 所以叫五祖法言 那这个维山灵友 这个前面的维山是 是地名 那后面这个灵友才是他的那个 就是出家人的名字 上下 到这个地方为止 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有问题你可以问 我们现在就来先来那一段课文 后来套入这个圆形公案的 除了竹壁子之外 还有主杖 拳头 圆像 福子 念珠 木舌等等 而宗稿 无疑是运用这类公案 最得心应手的一位禅师 好 那这个地方 刚才念过的这段话是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就是 你用什么东西来 来作为这个道具 根本就不重要 甚至没有道具 你就可以徒手 徒手你就可以弄一个拳头 其实珍冠以前 喜欢随便拿一个东西 这什么东西啊 这什么东西啊 讲起来都还也跟这个有点像 好了 我们就到这里了 大家晚安 我们就结束直播了 拜拜